凭着这几年的努力和奋斗 虽然对社会没有很大的贡献 但每次都感到自己很庆幸 因为自己的作品可以分享给一群 拥有共同兴趣的搭档们 一起开心 一起欢笑 甚至觉得自己很幸运 能够把兴趣当成可以维持生计的一份工作 身为一位游戏实况主 每天基本睡觉以外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在电脑前面赶活 玩游戏 录影 拍摄 剪辑 找题材 一切的一切都靠着我的电脑伙伴来帮我分担 但万万没想到的时候 有一天 我竟然接到了一通 来自干爹打来的电话 之后的我们经过了警示的恰恶 最终它仿佛像神仙般的出现在我的门口 那一道刺眼又神圣的光芒 它带了他们公司最强的ROG全家桶主机配件来 这肯定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他一开始的那一份真诚 还有对我的信任 ASUS 谢谢 欢迎再次收看老吴的开箱视频 一般的一开始我首先要非常地感谢ASUS马来西亚的团队呢 赞助了今天所有这些电脑配件 而首先呢我要感谢我的亲生父母 还有我的阿慕阿桑 阿过阿杰 桶杰桶 阿桑 还有隔壁的收得阿桑 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想要感谢的就是在我中学期间 坐在我隔壁的老黄 一直不断地在鼓励我 一直在默默地为我 当然也包括了所有 在电视萤幕还是手机萤幕前的你们 阿里哥哥 Kozee 这就为了打造最强的电脑游戏主机 又需要些什么样的配件呢 首先选用了当今世上最强的游戏处理器 搭配了G1690最新的这个主机版平台 最新一代的高达5200MHz的这个记忆体 读取速度高达7300MBM.2 SSD 太坦级别的NVIDIA GeForce RTX 3090最强的游戏弦台 奥基挺快的1200W 整个PSQ配上了龙神二代的一体是水冷散热器 神圣级真爱不悦佛珠 每一颗都代表着存在的心 奥基前套电竞性亚电盘魔术 叔叔掉耳机 和所有最强的配件 都会装在这一台 阿波基斯的A60的主机卡单 哇噢 就都没有开箇压电脑主机了 哇被遇上了期待 不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我来看一看一看啊 这怎么开啊 改了啦 他妈要用膜的方式啊 吹吹吹吹吹 吹...吹... 把勾勾出来 勾的一条oEAT 咦~~ 来啦啦啦啦 有一点感觉来了 publication,刀就来了 报告 哇~~ 我這樣子開,不是開得了嗎? 這個風 你去啦! 誒! 我怎麼 打了一下,我的燈沒有去 高福啊! 來了! 解開! 哇! 明水喔! 啊! 好慫啊! 這個機殼怎麼打開? 它就是後面這邊有兩個的按鈕 按了之後它就斜開了之後 這片東西可以抽起來 這裡可以看到的是它已經幫我裝上了 這個一體式的這個龍神二代的水冷 再來的是這個機殼呢 它擁有一個可以support你顯卡的 這個支撐甲在旁邊 你知道了,現在顯卡越來越大價越來越重了 聽說,好像下個月嘛 就要出3090 DI了啊! 各位小伙們有沒有興趣看啊? 幫我分享點個贊 就讓大家如果這一集的 觀看率不錯的話 我相信 ASUS不會虧待我的 會借我一台晚的吧 ASUS 靠雷啊乾爹 靠雷啊! 首先我忘記了一點 我還沒有刷我的頂級顯卡 現在不是3090 這機殼的特別之處呢 它有一個可以讓你把這個顯卡這樣子橫著 Vertical這樣子放的一個 插槽啊 不錯一下 如果你沒有用的話你可以放這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手伸進去 伸進去什麼呢? 就會跟你另外的一隻手呢 做一個結合 蛤 真愛呀 通常呢更換顯卡的時候呢 你只要把它螺絲鬆開了之後呢 你就要有想盡辦法呢 要去扣裡面的那個小伙子 有攝影機啊你看 HERO 可以用這個Armory Grid呢 電腦裡面的安裝這個程序呢 就可以自動更換 我們現在來開機 3 2 1 首先先來說說這個CPU處理器 Intel i9 12900K呢 是Intel最新發布的這個六款的 第十二代處理器當中呢 的旗艦產品 代號叫做Elderlic 這一次發布的產品呢 可以說是Intel歷年來的 最大的革命性改革 首次採用了全新大小盒的混合架構 分別呢是8個的Performance Core 還有8個的Efficient Core 一共16個核心 24的線程呢 最大的這個超頻時脈呢 是到達了這個5.2GHz 配合全新的Intel Thread Director呢 硬體單元技術呢 來做這個多核的支援調度 哎呀簡單來講呢 就是這個技術呢 可以讓你的這個P Core呢 就是這個大核呢 能夠專注在這些重要的程序上 那比如說是像是那個剪接影片呢 啊錄製啊 又或者是玩遊戲等等項目 與此同時 你讓你的Ecore小核呢 能夠處理一些 較為不複雜的這些後台運作 就比如說是直播啊 還是你在後面去跑那些Antivirus啊 等等等等的 官方也聲稱呢 如果你是配合最新的Windows 11系統的話呢 能夠將其的性能優化呢 全面的發揮 大幅度的提升這個運算效率 除了這些以外呢 還支持業界領先級的最新 DDR5 RAM PCIe 5 WiFi 6E 和Thunderboard 四等豐富的IO資源 由於第十二代的Intel過處理器呢 改了這個LGA1700的這個角位 ASUS呢 也在第一時間呢 推出了支持Intel G690晶片組的 ATX電競主機板 ROG Maximus G690 Hero 正在把外觀的黑化帥氣之餘呢 在左上角的這個金屬IO的盔甲上呢 還加入了全新的RGB Polymo發光燈效 供電模組方面呢 提供了怪獸級20加1向90A電流的這個 整合式功力級設計 散熱方面呢 則採用了一體式的IO加VRM的散熱裝甲 底部L型熱管及高品質的電感導熱貼 在配備機與質量之間呢 獲得了最佳的平衡 此盤不單只提供了最先進的這個配件插槽 像是最新一代的DDR5內存插槽啊 PCIe 4.0、5.0、百16的這個插槽哦 6GBPS的SATA口啊、M.2接口啊 還有20多組的這個USB接口之外 還附送了一箱ROG Hyper M.2的這個擴档 用戶呢可以依據你安裝在主機板呢 不同的PCIe 116的位置啊 就可以獲得一根好像PCIe 5.0、百4的SSD 或者是兩根的PCIe 4.0、百4的這個SSD的擴充性 背面IO方面呢更是應有盡有 包括支持了最新的這個Wi-Fi 6E無線網卡啊 這個Thunderbolt 4的接口啊等這個頂級豪華的規格 而且呢還具備了這個人工智能最佳的這個AI功能 對於像我這種電腦白痴啊來說呢 可是一個很大的福利啊 那這一點呢等等影片後面呢我再講啦 接下來要說說就是超有趣的這個 ROG龍神2代360的一體式水冷307 除了支援最新的intel處理器的LGA1700角位的專用扣具之外 這代升級的重點呢是在於使用了最新的第七代 ACETEC工業集水泵 還具備了一個3.5英吋的LCD screen 解釋度為320x240 可以透過ASUS的Armory Crate軟件呢來進行調整 以顯示重要的這個系統資訊 比如CPU的溫度啊、電壓、風扇的速度 還有這個頻率等等等 更夠力的是呢還可以顯示一些帥氣的RGB動畫 還是自己的照片啊和這些GIF的動畫等等的 讓你改造出屬於你自己的個人的散熱器風格 刺激式的螢幕外殼呢拆開後呢 裡面呢這個水冷頭的內置60mm的這個潛入式風扇 以確保呢有足夠的氣流呢可以進入這個CPU的插槽區域 以降低供電的溫度和延長元件的壽命 搭配上個2000PWM工業等級的120mm 冒頭鷹冷排風扇 氣片的扇葉呢和11組的固定導液 主要用來強化風道集中效果及降低噪音 好了來到了我們的卡王TUVGAMING GeForce RTX 3090 和之前影片我介紹過的這個RTX3080Ti的規格相似 具備全新的MV的EMPR架構 第二代的RT核心 及第三代的Tensor核心 這張卡除了擁有高達10496個CUDA核心之外 還搭配了TITAN級別的這個超誇張的24GB的GDDR6X的顯存 比焰格版的RTX3080Ti高了整整一倍之外 顯存的速度更是來到了巔峰的19.5Gbps 全金屬外殼設計除了相當霸氣之外 使用了工業設計和灰階的配色 可輕鬆的與任何的電腦搭配 這邊則有一個TUVGAMING LOGO的RGB燈效 兩個8PIN的電源連接孔 三組線風扇配備反向旋轉的中央風扇以減少亂流 並搭配上Max Contact的同體直觸這個GPU的散熱器 通過6根的熱導管將廢人引導至前後兩組的散熱器片 顯示卡輸出方面提供了兩個HDMI 2.1 三個的這個Displayboard 1.4a 並支持這個HTCP 2.3的規格 另外有一點蠻方便的就是顯示卡上 擁有一個雙BIOS的開關鍵 讓用戶可以無需另外的打開軟件的情況下 直接訂製這個顯卡的這個性能Preset 另一方面採用了兩條個別的16GB的Kingston Furry Beast 5200MHz的DDR5記憶體 Kingston在上那邊的設計以簡單低調的黑色法式紋為基底 搭配些許科技感的浮雕 再加上帶有鑽石切割反光效果的這個金屬名片Logo點綴 DDR5作為全新的這個標準協議 相較於上一代的DDR4轉變其實拼不小 像是擁有更低的1.1V的ONDIMM的電壓調節模式 透過獨立的電源管理晶片來控制 加入ONDIECC內存攪錯機制 並支援Intel的XMP3.0的一鍵超頻 RAM的起步頻率從原本的DDR4 3200MHz提升到4800MHz等等 這層級的性能和資料的準確性有著強大的優勢 在A.64這個軟件的測試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這條RAM可以跑到超誇張 接近8.1Gbps的讀取速度 還有接近7.5Gbps的寫入速度 雖然延遲呢有一點高 可是呢它已經充分的展示了其優秀的體質了 Storys方面呢 則是Kingston品牌呢 首款的PCIe 4.0 NVMe M.2 SSD 名為Furing Renegade 單條2TB的容量呢 除了採用了PCIe Gen 4x4的技術 官方聲稱呢可以支援最快的每秒7300MB的讀取 以及每秒7000MB的寫入速度 選擇一個夠快的SSD呢 除了可以享受電腦更順暢的這個體驗之外 還能夠大幅度的減少了開關機開關軟件 背考文件或是遊戲中過圖等等的讀取時間 整體以黑色主色金色勾線設計 模組上有一片薄型的石墨吸理製的散熱片 能夠確保那SSD呢 在長時間的使用下呢也不會過熱 在Crystal DiskMine的軟件測試中呢 可能我已經安裝了這個Windows 11的系統 所以呢沒有跑到官方所說的這個速度 但是呢它已經是消費者等級的這個PCIe 4.0 SSD裡面的巔峰了 聽說下一代的PCIe 5.0的M.2 就即將面試了喔 提升高達雙倍的讀寫速度聽起來好像有一點Oh My God擴張喔 希望到時有機會呢可以拍片給大家做測試啊 為了兼顧以上那麼多的高端性能配件呢 還有考慮到了未來呢可能 嗯要升級的這個擴展性 PSU方面呢則使用了80PLUS百晶級認證的RGB TOR 1200W的這個雷神電源供應器 它是全球第一款呢搭載了整核式OLED面板的PSU 可即時的顯示功耗呢也輕鬆的掌握了目前設備呢用電的情況 据毛主化的設計 100%的電容及頂級組件 整核式的RGB散熱片的散熱能力呢是傳統設計的兩倍以上 配備IP5X呢防塵認證的135mm專利一型葉片風扇 更低的運作溫度呢可以提升產品的穩定性延長使用的壽命 在以後方觸風口呢擁有了一個零噪音的風扇鍵 開啟後呢可以在運作時呢徹底的安靜無聲 在低功耗的情況下呢也有極低的噪音表現 CPU case方面呢則是RGB Street Helios的旗艦及中塔式電競機器 配備三片的剛貨玻璃面板 法式紋鋁合金的結構呢專為打造頂級性能還有擴充性能設計 先進的Io面板之餘呢還有格外的RGB燈光還有風扇轉速的控制按鈕 在不需要打開軟件的情況下呢可以快速的切換到你所需要的燈光及風扇的模式 除了支援最大的eATX主機板和高效率的水冷系統 機箱內部呢還配具了GPU的固定器 兩件式的PSU護照及半透明的貨覽線蓋提供最完善的Cable Management的方案 機箱上方設計了舒適且建具人體工學的置物把手 可自身高達50kg的重量 最後呢要介紹這RGB巔峰信仰必備的全套周邊配件 RGB Claymore二代的機械式電競鍵盤 這次RGB燈光之外呢還有2.4GHz的無線還有USB有線的雙重模式 模組化的設計可拆式的數字鍵盤呢其實這個磁吸式的網托 只要稍微的將這個側邊的接口蓋拆開之後呢就可以進行這個組合的安裝 能夠根據使用者的用途呢去自由的更換 上蓋的部分呢采用了全鋁合金的薄板法式紋的加工 左上角有一個小小的敗家資源的logo呢以及電量的指示燈 數字鍵盤上方呢被具了四個可定制的快捷鍵 低音量的調整滾輪 RGB Claymore二代呢擁有紅軸還有輕軸兩種可以選 配上ASUS ROG自家研發的光學觸發RX光軸 尾核心 這台RX輕軸的特點呢就是幾乎零延遲的觸發配上了清脆的打擊聲 用起來的體驗感呢真的是爽的不要不要的 另外特別想提的就是鍵盤上的所有的多媒體功能鍵的這個i款呢都設計在這個鍵帽的側邊 這點個人覺得還蠻有心思的 RG Gradius三代的無線電競滑鼠 這次RGB燈效之餘呢還採用了符合人體工學的窄頭寬尾的不對稱設計 這點重量呢為89g 搭配目前高階光學圍動19000的dpi解析度 在RGB的調校後呢可以高達26000的dpi 是把IPS的光學感扯起 六個可變成的按鈕 數位有這個ROG的敗家資源logo 著色者加入了雷雕透光效果 讓內部的RGB燈光呢可以隱隱約約的透出來 這次三種的不同的連接模式 分別是有線的USB Type-C 無線2.4GHz還有藍牙的連接選項 切換模式方面呢可以直接的在滑鼠的底部呢直接切換之外呢 還擁有了一個USB的接收器的收納位置 再來是這家ROG Delta-S的有線電競耳機 機身設計方面呢符合人體工學呢貼近這個人耳形狀的快速散熱Disk耳罩 所有耳蓋都擁有環形的RGB燈效 整體重量呢為300g 採用ASUS自家的XS的50mm的這個驅動單體 內建最新的ESS928E Pro四核心的DAC技術 可以充分的解析MQA高音質音源 另外也能夠外接的ASUS的AI降噪麥克風 USB Type-C的連接介面呢支持多平台的這個相容性 比如Nintendo Switch啊這個Sony的PS5啊手機啊電腦啊等等的都可以使用 還支持虛擬的7.1聲道 所有的操控按鍵呢都在左邊的耳蓋 分別為燈效切換開關 一體式音量調整和麥克風的開關 以及麥克風的連接孔 另外有一點特別的是呢DELTA X呢提供了兩種不同的耳罩呢給玩家自行切換 先者呢是適合長時間在室內使用的這個ROG Hybrid 或者則是適合戶外使用的輕薄柔軟人造蛋白皮革 最後一個的桌面配件呢是ROG的SkyBread2代的這個滑鼠墊 整體尺寸呢為900層400層3mm的超大面積 Galuna整台的鍵盤火鼠等等其他的電競配件 這個MousePad的來頭呢也不小啦 它具備的這個均貴等級的納米保護塗層 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讓表面呢可以防潑水防油和防塵 容易清理及維護 抗磨損和屏風邊緣呢使這個RGB Scrapback2代 整體的厚度呢和其他品牌呢抗磨損這個鼠墊的相較之下呢 包了12% 防滑箱的底座呢確保用戶呢就算是再大的動作呢 也不會隨機的飛出桌面 除了MousePad RAM還有SSD之外 以上所提到的所有的電腦硬件 都可以透過ASUS的RGB Crate的軟件呢來調整RGB燈效 像是可以任意更改呢這個G690 Heroes的主機板的Polymos燈效 顯卡的TUF Gaming Logo 機箱還有PSU的敗家之間 Logo的顏色等等呢都可以做調整 除了擁有三千百種不同的RGB燈光效果的組合搭配之外 開啟ASUS獨創的AuraSync燈光同步後呢 所有的硬體配件的燈光呢將會一體化 達到自己獨一無二的酷炫燈效 好啦哇講到我的口水都乾啊 一切都介紹完之後呢是時候呢要換掉了 陪了我整整四年的這個夥伴了 雖然說這幾年期間呢我也有更新了裡面的這個水冷呢 還有它的顯卡等等的硬件 但經過了這幾年的洗禮呢 處理器呢已經趕不上這個時代了 很多4K影片的解碼呢 還有那種高貨值的這個3A大作的遊戲呢 錄製起來呢 哎呦都有一點吃力了我現在 經過了大概整個小時還有完成了所有的Cable Management之後呢 最重要的成品呢讓我相當的滿意 連螢幕方面呢也剛好呢就是我之前所開箱過的這個 ASUS ROG SIFT PG32 UQX 有興趣的大家們呢可以點回去觀看呢 之前呢我的這個ASMR的開箱視頻 最後希望買份的ROG全家統就這樣大功告成了 那接下來呢當然就要做一下這個性能跑分 第12代的Intel Core i9-12900K呢 在各大的跑分軟件上呢得分如下 比較可惜的是呢 我的手上呢沒有其他的廠商的旗艦處理器在手啦 所以呢就沒有辦法呢來為各位呢做一個對比 那唯一可以確定呢就是呢它肯定呢 比起我4年前的那個Intel Core i7-9700K呢 搶了非常非常的多 再來最後呢重頭戲呢就是這個遊戲跑分的環節 結合了Intel Core i9-12900K的運算能力 最強大的TUF Gaming RTX 3090顯卡 它能夠順跑8K的超大貨值 最後呢最後呢想要說的是呢 所有以上你們所看到的跑分呢 都是在CPU還有GPU 在未超頻的情況下所做的測試 撞上了ASUS最新的主機板後呢 可以通過ASUS Armory Crate 還有AI Suite 3這個軟件呢 來監控並且調整電腦的參數 除此之外呢可以點擊開啟這個AI智能散熱 AI的智能網絡 即AI的智能降噪等技術 系統呢就會自動化的幫你調整這個風扇的轉速啊 又或者是優惑你整個的網絡等等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個超方便的一鍵AI超頻鍵 點擊後呢電腦呢就會智能化的評估呢 你的CPU還有散熱器的潛能 從而加最佳的電壓還有頻率呢套用在每一個核心 當然如果你是專業級的用戶呢 你也可以藉此軟件呢來得到的數據後呢 來做這個自行的調整 以節省更多的時間 測試了一輪之後呢系統呢自動化了 把我的處理器呢調到了接近5.4啊 5.3的這個GHz的超頻時脈 跑分方面呢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雖然這個溫度還有這個電壓呢 稍微有一點高啦 但相信經過幾輪的重啟呢 這個AI呢就會自動的幫我調整到更理想的效果 非常的感謝大家呢把影片看到了這裡 也非常的感激ASUS馬來西亞的團隊呢 把這台這麼強的足跡進來老屋的工作室 如果你對這台電腦裡面呢 任何的一個部件呢有感興趣的話呢 我把所有的spec呢就放在影片的下方 我們下個影片見 BYE 要測試欸 要測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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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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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死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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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